當一個大雨超過一千毫米下在仁愛鄉 我想任何一個鄉鎮都是承受不住的 陳院長可能對我們在偏鄉的山形地貌 並不是那麼的了解 有些的山民呢 我們的居民要下山都要耗盡兩個小時 但是只要一個聯外道路中斷 基本上就會讓仁愛鄉形成一個孤島 我也希望陳院長有機會 能夠多到我們仁愛鄉新一鄉來 當一個大雨超過一千毫米下在仁愛鄉 我想任何一個鄉鎮都是承受不住的 是很多重創的地方 所以其實公所的廠商 還有包括我們縣政府都是嚴陣以待 但是大雨下下來的這麼大的一個雨量 其實有很多的工作是沒有辦法 如同大家外界所看到的 因為陳院長可能對我們在偏鄉的山形地貌 並不是那麼的了解 在我們的仁愛鄉或者是信義鄉 有些的山民呢 我們的居民要下山都要耗盡兩個小時 如果當我們的主要道路中斷的時候 又加上斷訊 其實呢根本是聯絡不到 所以會增加在整個救援上的困難 所以在第二天 我立即向行政院提出了直升機的請求 在這裡我也希望陳院長有機會 能夠多到我們仁愛鄉新一鄉來 南投縣府遠遼闊 尤其在我們的山上呢 有很多的主要的民生的道路 其實就這麼幾條 但是只要一個聯外道路中斷 基本上就會讓仁愛鄉形成一個孤島 我也希望這個中央能夠在這次的補助 跟這個放快的條件上面 能夠盡快的來協助我們 最後我還是要感謝中央政府呢 不管是在哪一個單位 在道路的搶通 在醫療的資源 包括在很多各方面 都大家一起齊心來合作